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常人不敢想 忍常人不敢忍 是吧 那是不是能够能常人不能呢 这一方面需要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和一个评价吧 那个刚才有人说你希望工作的地点可以是任何地方 是你特别害怕找不到一份工作才放宽了这个要求吗 并不是 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自己吧 我觉得任何城市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你怎么不笑一下 刚上场比较紧张 所以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 然后表情所以也不是很自然 有点手足无措这样子 不知道应该自己怎么去面对 不知道你怎么不笑一下 比我还酷呢 因为我是来进行面试的 面试就不能笑了 可以 只是说需要有笑的内容吧 还没熟啊 熟了就会笑是吧 接下来要进行你的那个立志故事演讲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行 三分钟 来 掌声 好的 虽然呢 我从小就患有这个脑血管畸形的这个病 但是我自己却从来没有 就想过说自己会和残疾这两个字扯上关系吧 直到2010年的一次病发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人生便发生了360度的一个转变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说 自己在各方面好像就变得不如从前了 就是在那之后的几年里 我才渐渐明白 还有慢慢地去接受这个 我不太愿意面对的这个现实 在后期的这个治疗里面呢 由于我的身体并不太方便 甚至说可以丧失了这个治理的能力 那一段时间 然后呢 大多时候都是需要我母亲的这个照顾 在我的印象里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 她很勇敢 乐观 不服输的精神 时刻鼓励着我 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一个困难 我都会坚持 我都会非常的坚强 然后她母亲一直一直都是我这个 精神的支撑和这个情境的动力 但是这般强大的母亲 她在看到我之前扎满银针 然后做针灸的样子的时候 也是不禁潸然的泪下 很多人在第一次与我见面的时候 可能都觉得 我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心酸 还有无奈 可能只有我自己能够体会 自从身体参击之后 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 甚至时常感觉到这个绝望 在找工作的时候 原本是一份比较正常的简历 投给各位公司的时候 很多公司都会有这个招聘的意象 但是只要我坦言说明了 自己的身体情况之后 很多公司也都委婉地拒绝了我 我的心从那时候开始就一次次就跌落到谷底 幸好在我人生跌落到谷底的时候 有一位志友一直陪伴着我 从生活上还有工作上都非常的支持我 他的陪伴对于在黑暗中的我来说 就像是清晨的曙光一样 让我不再哭泣和沮丧 给予了我走出这个黑暗的勇气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的话呢 是来应聘工作 更是来寻找我的一个伯乐吧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我希望能在今天能在这里找到我的这个伯乐 谢谢大家 这上面写你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不错 对 是的 在几岁大概幼儿的这个时候 家庭条件是不错的 因为父母是做生意的 做什么生意 父亲一开始是从小服装生意做起 直到后面是承包这种汽车这种运营这种 后来怎么就衰落了呢 因为由于一次养殖生意 然后一次意外 就是导致这个虾全部都毁灭了 所以就那时候开始家道中落 也就是说你以前也是个富二代 也不算是吧 只是说小康的样子吧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的话就基本小康水平这样子 小康水平 家里几个孩子 两个还有一个妹妹才五十六岁今年 刚上一年级 你是偏瘫是吧 对 左侧肢体变偏瘫 来北京是全家支持的吗 对 全家都支持 父母文化水平很低 但是我跟我父亲商量来北京的时候 我父亲是说 只要你选择了 家里都会支持你 你想去外面床的话 家里也会支持你去外面床 怎么说到这儿 好像有点要哭了的意思 其实从小父母对我也是比较宠爱 但是身体不方便之后 可能父母又会更多的对于这方面有更多的这个照顾吧 就是而且在我身体不方便 这个情况可能我母亲心里会有所愧疚的我知道 因为她可能是觉得 由于她的一次失误才造成我这个身体的残疾的 她以前是脑血管疾病 后来没有痊愈 然后呢这个经历了一次激光手术之后 才出现了脑出血性的偏瘫 对 是的 所以父母因此而十分愧疚 觉得没治好你 对 父母文化水平比较低 可能对医疗的这个了解有限 所以就找得可能不对口 所以母亲觉得可能是她的原因 导致我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情况 刘延 其实对于一期残障人士来说 和这种像她一样 其实看上去像个正常人 只是有一点点 这个跟普通的人会有所不同 其实后者反而让人感觉更残忍 因为他就差那么一点点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你说呢 是 但是我会觉得实际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不管是从心理上 包括我觉得生活的好多细节上 就在很多时候是有共同点的 所以刚才就图老说到有几个点 我觉得他都有眼睛泛泪花 所以你别看小小年龄 我觉得他还是经历了那种 我觉得是磨难之后的那种 所以他也有一种潜在的力量 他挺健谈的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紧张 图老你不是上来就让他微笑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在场下有点互动 他自己都说说 他觉得他还挺健谈 大家上来 你是有点紧张吧 对 是的 有点紧张 那人力资源这一方面 那人力资源考虑吗 这个岗位 考虑的 你今天有特别想去的企业 没有 刻意去了解各个企业的情况 那怎么行呢 你应聘都不了解 他们的企业怎么行呢 你只是找一个工作而已 对不对 并没有对企业有什么倾向性 我看你 18年在北京找了工作 干了大概一个月时间 对 是的 然后又在18年的5月份到11月份 在深圳找了一个工作 那你未来有没有固定的生活的城市 或者是哪里有工作 我就在哪里生活 地域上我是没有太多限制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嘛 只要是有机会的地方 都可以去发展的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局限在某一个地方 你这个我打算你一下啊 你那个第一份工作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呀 离职的原因是这个住宿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身体不太方便嘛 你是要包住吗 如果有记得会的话 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提供 就是有包住和没包住的 优先选择有包住的 对 你们也是什么岗位啊 电话客服这一类 销售也 销售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做过销售没有 做过课程顾问 这个这方面的销售 你都不笑 你怎么卖课啊 这个电话客服主要是靠这个电话沟通啊 即使电话沟通 你的微笑对方也能听出来 对 那个微笑是可以传染到另一方的 电话线是也能够感受到的 没错 这样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允许你问一个问题 你想问谁 问什么问题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你想想看 我对各位企业家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所以你还重复这个问题 你就是减分了 你应聘之前就应该对大家都有所了解 这就是你的失误 想问个什么问题 我想问这个企业家 哪个企业家 曾总吧 好 如果我到你们公司去的话 你会就是说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其实我还是觉得要跟你多沟通一下 如果要做客服的话 电话客服不是特别合适 咱俩普通话都不好 但你比我还差一点点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没太想清楚吧 就是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就是你让我来这儿了 那我就来这儿了 你让我找一份工作 那我就找一份工作 具体是什么 随遇而安 但是他的那个状态又不是特别豁达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不太合适的一点 在这个舞台上他不太适合 说实话 你那问题一听 你就根本没做任何准备 你对这个舞台没有好奇 你对这个舞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你也没有猜测过 你就把自己扔在了这儿 明白吗 第二环节积极一点 好 脑子转快一点 好不好 好 4500哈 不限地狱 课程销售和客服 电话客服 对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学货力 还有7人